良心在信仰來講 就是天主的聲音 天主的聲音 主教你好 麥神你好 現在很多人都講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自由一般來的理解就是 我又不選 什麼都可以選 就叫自由 有得選擇就是自由 但是想清楚 再想深一層 自由是一種能力 讓我們可以選選 可以選擇 為什麼選選呢 裡面有一個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永遠不變的 雖然你選東西也可以變 但這個原則永遠不變是什麼原則 就是你選好的一件事 所以最後這個自由是什麼 就是選最好的一位 選天主 從信仰裡面來說 最好的選天主 選美善的 所以自由是一種能力 幫我們去天主那裡 為什麼天主要給人有良知呢 不可以沒有 因為人是天主的朝長 是 我們被創造就是按照它的 無樣來造成 這個無樣裡面 知道善惡是什麼 我們不是像動物一樣 動物就是按照本能去生活 它不需要知道善惡 它不需要什麼選擇 但是人有自由 在這個自由的選擇當中 天主就 好像做了一些手腳 有一個 在我們出生的時候 就有一種本能 去告訴他 這件事應該做 這件事不應該做 有一種應該在這裡 所以 如果你問為什麼 就是天主想我們 最後要做對的事 因為 只要我們做對的事 做善的事 我們會開心 我們會喜樂 如果做了一些不對的事 就算沒有人告訴你 沒有人指你 你不對 但是良心會告訴你 你就很不開心 覺得 有問題 有人可以說 每個人都依照自己的良心行事 但是 為什麼 意見都不同 有些可以掩著良心 例如我不聽 這是一種 聽點不聽點 或者 也有一個 我們說 就是 一種無知 就是 我不知道這些 或者我知道 不對的事 例如說 近期 很多事發生 有些人看了某一些 某方面提供的資訊 或者一些網上的影片 就覺得 那件事是這樣 所以我們應該這樣做 另外一些人看了另外一個層面 就發覺 咦?不是的 真相不是這樣 因為看的東西不同 於是就影響我們的判斷 所以 我們有一個責任 是要去找真相 然後基於真相裡面 去做判斷 嗯 很能夠使得我們良心 盡量 不會出錯 嗯 那問題呢 當然 一個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 因此 良心判斷可以是不一樣的 不過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我覺得 最重要是 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底線 嗯 沒有一個人說 我做所有事情都 不會問 應該或者不應該 不是的 就算你的良心 如何差法都好 到最後他都知道 有些事情我是不應該做的 嗯 然後當然 我們要培育良心 要成長多些 嗯 要知道 越清楚真相越好 好 使得我們良心的判斷 是越趨向正確 但是 沒辦法 我們生活在這個 世界裡面 有時候我們 有些事情真的不太清楚 有時候我們有些 自私 有些會掩著良心 所以為何 良心 大家都是這樣說 不過有些判斷不一樣 好 主教 可以問到一個問題 其實 基督徒的良心 有什麼特別呢? 基督徒的良心 一方面 就沒有什麼特別 哈哈哈哈 跟其他人的良心是一樣的 是 跟其他人的良心是一樣的 不過另一方面 就是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所以呢 我們 去 培育我們的良心 其實是有更多的 方法 更多的資源 譬如我們有聖經 是吧 我們有教會的教導 我們有兄弟姊妹的分享 是 然後到最後 我對良心的聲音 要非常尊重 是 因為 裡面是有神聖的一份 我們說 這是天主的聲音 不單止是 我自己覺得 應該不應該 不是這樣啊 我們基督徒相述 天主通過我們的良心 跟我說話 那我就想起 在聖經裡面 就是 保禄 他就 有一段 非常之 很清晰的 關於 良心 是怎樣 一回事 在羅馬書第二章 在第 十五節 那裡 開頭的時候 前面 他說 那些 沒有法律的外邦人 即 不是猶太人的人 他們都知道 有些事情是對 不是不對 為什麼呢 他說 因為 他們有良心 他說 這證明了 法律的精華 已經刻在他們心上 他們的良心 為此作證 因為他們的思想 有時控告他們 有時 為他們辯護 所以在我們的信仰來看 良心 就是 天主的聲音 天主在裡面 跟人一種 會悟 如果我們做錯事 這個聲音會出聲 即是說 你這樣不對 不要再做 如果做得好 他會鼓勵你 會安慰你 給你力量 這就是我們 我們教友所了解的良心 這段聖經的青年人 特別記得些什麼 特別記得些什麼 就是這句 很簡單 保禄說 法律的精華 已刻在他們的心上 法律的精華 已經刻在我們心上 所以最重要的是 回到我們內心裡面 安靜下來 在祈禱裡面 去聽 天主的聲音 不要拒絕他 我想在那裡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 找到力量 找到我們應該怎樣走下去 多謝你 好 好 拜拜 拜拜